画面上可以看到 西龙这家宠物精品旅馆7号的凌晨 一名富人骑着机车到店门口 随后快速下车拿走放在门外的盆栽 随即跳上机车扬长而去 然而盆栽里头放的 有业者所饲养的爱犬骨灰 盆栽被偷走之后 他焦急的到警察局报案 原来四主养的黄金猎犬 在2017年死亡 伤心之余就把他的骨灰 分散在店外的盆栽 那么四主看到盆栽被人拿走 焦急的赴警局报案 并在脸书贴出监视器画面表示 花盆非常的不值钱 但是花盆里头有他们家宠物的骨灰 别人家的小孩的骨灰 偷了是不会有好运气的 那么警方事后也到场关切 并待遇附近道路监视器的画面 目前已经寻现找到了偷盆栽的妇人 而妇人先生也在10号的上午 将空花盆还给了业者